选战焦点要来关心到 九合一大选进入了最后冲刺的阶段 民进党台北市场候选人陈时中 在晚上到了大安还有万华 连跑两场庙口开奖 不止总统蔡英文速度站台 还有高雄市长陈其迈 首都北上驻奖炒热了气氛 但是呢在大安区造势的时候 遇到民众闹场 不断对着陈时中批评防疫缺失 遭到远景驾离现场 一名身穿黑色衣服的男子 被好几名为安嫁出场外 最上还不停大声嚷嚷 这句话就是在对着台上的陈时中说 庙口开奖停进深浪票仓大安区 速度遭民众闹场 被景深听得出总统到场民众人马不停 造势场的陈时中也另辟战场 我们要脱离市政的最后一名 我们要脱离末段班 如果一成不变 这种直战力的兵政 我们永远的最后一名 左批奖又打黄承升火力全开 正会还有高雄市长陈其迈收 陆北上驻奖 真的不放心说台北市长的选举 因为我的革命战友时中部长要选 选情很胶着 我们忙到一点两点 我们在打电话给时中部长的时候 他跟我们台湾人站在一起 但万华连跑两场接力开奖 尤其万华场人潮不断涌进场面 很热闹最后总统再推一把 全力加持 万华这个所在在整个疫情期间 是有受到冲击 现在国门已经打开了 观光客也已经开始回笼了 我们开始把万华的热闹找回来 你好吗 好 最后关头绿营大咖进出 请全力催票 这里面周伟杰特报道 好